哈喽大家好我是褚儿 先来进入今天的快乐快乐环节 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他问我说 褚儿为男生总是爱喝醉酒以后 表白呢 武松也是喝醉酒才是大毛骨的 嘿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他说褚儿如何提高你仿佑的智商 嗨 这个好办 他不喜欢你的时候 智商自然就提上来 你对我就像哥哥一样 哈喽大家好 我是褚儿 实际上全网最真实的恋爱干货 让你少走感情湾路 最近一个新报名的学员问我说 主要微信上聊得很不错的一个女生 是一个群里家的 慢慢发现共同话题还挺多的 但我们还没有交练 只是看过彼此的生活上 现在啊 有点忐忑 过几天我们是第一次约会 我派约出来两个人会干扰 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 主要可以分享一些经验给我们 那对于约会 各位大兄弟要明白的一点就是 约会其实就是对之前 跟你说聊天积累感情 会延伸 换句话说 你们开始约会的时候 感情基础是建立在约会之前的聊天上的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 是因为看了网络上 各路所谓的情感大使 你约会之后感到忽略 里面有一件面就叫你亲手的 要么就是第一次约会 就急厚厚的拉人家回家 丧失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具体情况是没分析 所以在这期视频中呢 除了细致的为大家讲解 约会中几个最重要的注意事项 帮助大家增强自私的判断能力 第一点 和熟悉的女生去陌生的地方 和陌生的女生去你熟悉的地方 因为第一次约会 双方都会有一些居住的紧张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在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的话 会加剧你的这种紧张 那你没有办法进行努力 初次约会尽量是轻松舒适 可以减少彼此的陌生感 蹦极 探险 演影制的项目等等 留到你们熟悉以后再去吧 很多小白在初次约会的时候 经常因为紧张而忘记 接下来要做什么 初次约会想一想下一步的时候 要记住两个关键点 时间短和延伸 短是为了万一你们谈不来 只能勉强一直待在一块 花半个小时在咖啡店 喝点东西聊聊天 比吃两个小时的大餐可要好得多 如果你们合适要多开心 那么就可以去转场 进行下一项活动 吃个饭或者去看个电影 第二点 最简单最不会出错的初次约会点 一定是咖啡店或者是礼拜 星巴克啊什么的这些 连走店方便又适合 绝大部分人的喜好 私人的小店可以等熟记的拖带时探索 咖啡店相对经济 但又不失品味 如果感到你一生对你 兴趣不是很大 做半个小时就可以离开了 如果是去餐厅或者酒吧约会 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选择 有看点的地方 有夜景啊 经济或者是不太长到的表演 这些看点呢 能够让你进头部退科手 聊累了或没话说了 就可以看出景色 或许不如从表演景色里找到新话题 比如回忆经历 某个有趣的人或事 三分之作为尽量自选 离开太空壁狭窄或者是人来人往的位置 第三点 不要忘记一些基本礼仪 男生一定要准时 如果说 迟到了要提前说 约会期间记得把手机调成振动模式 不要一直玩手机 如果你真的很忙的话 建议你换个时间的约会 吃饭的时候啊 不要狼吞狐咽的发出奇怪的声音 对待服务员要有礼貌 和你注意从乘车的时候 记得为对方开门 有的时候呢 一个体贴注意细节的男人 远远比一个高价值的 但是粗鲁的男人更很欢迎 那在youtube中 记得时刻关注你女伴的情绪 如果你们去的地方太吵了 人太多 待的太久 让女方感觉到无聊了 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至少呢 你可以对比 刚到这里的时候 和此刻对方的状态 是变得更加开心放松了 还是更加狙起冷漠了 所以 如果出现这种对方情绪变低落的情况 介绍选择 准备一个备选计划 万一这家餐厅对方不行 或者这家酒吧 比你想象的要吵 要及时更换约会地点 记住 自求也是你要进行日期约会 约会的短期目标 是吸引对方 拉近彼此的关系 长期的目标是找到伴侣 或者是结婚对象 第四 初次约会后 尽量制造一些独处的时间 不管我们之间做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在结婚的时候 两人都少时间冷静下来聊一聊 争论一下心情 这个是很好的 评估两人关系前景的最好的机会 但是切记啊 这个时候不要表白哦 哪怕对方很喜欢你 也不要这样做 太急迫了 也不要逼迫对方在出席约会后 给你什么承诺或者结论 无论对方对你印象好坏 这个都是减分行为 有的男生第一次约会后 就追问对方是否喜欢自己 哪怕对方对你有一定的好感 也会被你的问题消磨掉 约会结束后 也不要表现得扭扭扭扭扭 也不要怀疑对方是否玩得尽心 不要想是否还应该再去做点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 享受回味这次约会本身的过程 我们要礼貌地感谢对方的陪伴 如果首次约会表现得很好 那么还可以提前计划一下下一次约会 做到这四点之后 你基本就可以和大楼鼠女生 游刃有余地进行约会了 在约会当中呢 结果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留给女生一个美好 值得回忆的印象 这样的心态 才能注重一段美满的恋爱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学习五个新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 对女生相亲或很方便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8 我来帮助你哦